这是王兆荣先生 他说早晨 他说怎样分析港股和美股 是否已经进入了熊市 这个问题真是百万个问题 简单 因为看到市场之前升 美股特别是不停破顶 可能觉得走势也不错 气势如虹 现在看到开始下跌 还有有几下跌得比较急 可能大家会担心是否踏入熊市 简单看看你的看法 其实整个市场的看法 跟近期的投资者一样 比较审慎 也看不到市场 我们看到很多券商 在中国下半年的情况 A股走势可能会好些 A股可能会好些 但是港股和美股 你要想一下 你要继续创新高 其实动力是相对弱的 尤其今年美股本身 市场上大概有8%的企业 公布了上半年 大约上的预期 而且盈利动力会强劲 但你不要忘记 我经常说 今年上半年的基数问题 其实你的业绩做得相当英俊 不是太难 可能你是纯粹回归基本部 所以下半年的展望 你要面对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 就是经济复苏动力是放慢了 其次就是我们会开始 迎接货币政策的收紧 这个中国是其次的 例外 但你看到欧美先的一些 所谓的发达国家提起 其实他们不会说 你放水 他们在说什么时候收水 这是通胀压力 令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所以你说 两个主要的动力经济增长 动力开始是复苏 开始的速度和减慢 同时间 你的货币政策 是开始倾向收紧 那情况之下 你真的要用股市 不停的再创新高 是相对难的 所以你说 是否是熊市呢 我暂时判断 熊市的因素 未必很快出现 因为你始终见到 那个经济泡沫的爆破 暂时未必见到 因为现在说经济 泡沫不是经济 可能是资产方面 其实美国经济仍然相对 虽然是复苏减慢 但经济仍然是比较强劲 或者是比较健康 而是担心了通胀问题 所以说你真是熊市 我不敢说是熊市 但我觉得是牛尾 即是你去到一个阶段 你真的慢慢习惯 其实尤其是港股 你去到年初的高位 真的相对难 因为今年年初 大家记得 今年年初是说 北水不停涌入来 成交是说 一日可以二千多 三千亿 所以其实你去到这个 这个情况是相对困难的 我觉得港股来说 现在这个水平 是你今年新高应该见到的了 所以我觉得 是否是熊市 不敢判断 但至少是牛市的一个尾端 是的 Reed的想法 或者他的看法 就是未必是踏入熊市 未必是会有一个很大 或者很急的跌幅 但始终横行的机会 短期内也会比较大 是的 О� 昨晚的 该项咨咨咨館 4